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纳指更是大幅下跌2.2% 也跌至两周多来最低点 当天 科技股连续两日领跌大盘 英伟达跌近6% 亚马逊 微软 奈飞均跌超3% 当天 备受市场关注的美联储三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由于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多名与会者指出 在以后的议席会议上 单次或多次加息50个基点可能是合适的 此外 美联储官员还提议 以最多每月950亿美元的速度缩减资产负债表 在这份会议纪要公布后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日内最高升超10个基点 并上B2.66% 随后也站稳2.60% 再次刷新前一个交易日刚刚创下的三年来新高 欧洲市场方面 欧洲投资者更加关注的仍然是俄乌局势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·莱恩6日表示 在目前已经提议的第五轮对俄制裁措施基础上 欧盟对俄制裁可能还会针对石油进口领域 欧盟不断对俄制裁加码引发市场恐慌 欧洲主要三大股市6日全线下跌 英国伦敦股市跌幅为0.34% 法国巴黎股市跌幅为2.21% 德国法兰克股市跌幅为1.89% 当天 欧洲市场跌幅居前的几个板块 分别是科技 汽车制造以及休闲旅游板块 油价方面 受欧盟以制裁俄罗斯石油领域的影响 国际油价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上涨2% 但是在美国交易时段转跌 美油一度跌破100美元整数关口 跌幅超6% 主要原因是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将释放1.2亿桶原油储备 具体的细节将很快公布 这使得投资者预期未来原油供应将会增加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跌幅为5.62% 售于每桶96.23美元 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为5.22% 售于每桶101.07美元